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老婆 歡迎回到海賊王 今天呢 我們要來把這個兩把刀子組成雙刀啦 那麼還有呢 要更換我們的果實啦 期待已久的水果 哈哈 來啦 眾所期待 超級新的果實 不能覺醒 吃掉 我是已經不知道是吃了第幾顆 不能覺醒的果實了 好吃啦 我們就來編解雙刀的任務 然後呢 來編練這個果實技能喔 那麼我們要先來去後面的那一棟建築物喔 來來來 跟我走 跟我走 在這邊 在這邊 我們要爬上去 欸 完了 這果實太早更換了 現在要爬山啦 有夠鼻肌的 那我要先來跟這位 長得特別奇怪的人講話 他到底是誰啊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他是誰 但不重要 反正就是跟他講話就對了 OK 那講完話之後呢 再過來這裡 後面的那個門就會開起來啦 欸 這邊 呦 這裡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個任務呢 這個任務呢 就是你可以交叉去接 但是不能重複接任務喔 也就是說 你來這邊接一個任務之後呢 你就要把這個第一個任務先完成掉 那你很無聊 你想去接這邊的任務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在過來接這裡的第一個任務 但是你不能同時接兩個任務 那是沒有用的喔 就是一定要把一個任務完成才行啦 哪一個比較好咧 來 問我朋友喔 我的夥伴啊 你覺得比較簡單的 往那邊走唄 嘿嘿嘿嘿嘿 那就撿這個了 好 那這個第一個任務是什麼呢 也就是找三個這個 船商 來 跟我們走 Let's go 好 來 那就是跟這一個 金色頭毛的男生講話喔 然後你要到第三頁這邊 有看到這一段字嗎 就是點這個啦 就是講完第一個之後呢 再去找第二個人 那這個跟他講個話 嘿 就是他 好嘞 走第三個 好嘞 那就是三個不同的島嶼的 這個船商就好 要記得找這個金髮的喔 然後這個任務就完成啦 我們就可以再去接下一個任務了 好的 那麼研磨這一個呢 第一個任務呢 就是對方必須拿 那一個研磨的刀子 然後來打我 打到差不多八千多滴血吧 還是到一萬 來 打我吧 阿有了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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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拿到 那麼這個任務就解完了 你妹解完一次就會拿到這個碎片 好來 那我們這個研磨第二個任務呢 也就是要在島上打這個 有點紫色顏色的NPC 那他這個島上如果說繞一圈沒有看到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去下個島嶼再繼續找 會出現在三四個島嶼以內 那我們呢 就先來找看看吧 欸 他有紫色的 那就來打他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在講 這個果實真的滿白目的 吹阿吹阿 沒有紫色了 OK 找尋下一個 好嘞 打掉了 海德拉島差不多了 記住各位 那個海德拉島還有一個地方是這個瀑布 瀑布的話也要去尋找 裡面那個靈魂也會有 喔這裡都是 嘿嘿 好了這裡都打完了 OK 下一個島 喔 這個攻擊力這麼高喔 新要求 唉唷 完成了 這個任務呢 是要等這個伺服器的隨機的事件發生喔 對先把他接起來 伺服器已經 有這個任務出來了喔 那我剛剛也記得這個 天羽的第二個任務 那我們就來這邊打一個NPC就好了 GOGOGO 好的 我們又得到了一片碎片了喔 好啦那這個任務解釋一下喔 也就是像這一個事件發生 那你至少要打死一隻NPC喔 把所有的NPC都清光之後 他就會有這個碎片喔 也就代表你完成這個任務了 好來讓我們來接天羽的最後一個任務吧 第三個任務呢 我們要去打大媽 那在打大媽的時候 他會有一段音樂出現喔 你要在這個兩分鐘內把他打死 你才可以被傳送到這個天堂裡面 你才會上天堂 然後上天堂 我們等一下會去解決一個任務喔 OK 如果說你有朋友幫忙解的話 一定要最後一下給你打喔 一定要喔 不然你就沒有用囉 我到天堂了喔 上天堂 嘿嘿嘿 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天堂這裡呢 也就是要找火把喔 OK 我們來看一下火把 在這裡 現在這邊 殺一個 他接下來再把他們打死就對了 現在就是打怪play 第二根火把來 一起 第三根火把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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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什麼鬼啊 欸 什麼鬼啊 天堂的門打開了 天堂的門打開了 衝啊 那接下來就剩這個最後一個任務了 那我朋友剛好拿到這個 召喚萬聖傑的 BOSS的精華啦 他終於可以去召喚了 太好了 他是超級幸運的 我終於不用刷骨頭了 耶嘿 那我們就前往這個 鬧鬼的城堡吧 哎呦 哎呦 我要去地獄了 然後呢 一樣到這個地方呢 也是會有這個火把 這火把在哪裡 好暗喔 看不太到 這邊 那就這邊一樣 把他點開來 哎 這可以兩個一起撿嗎 好 哇 那是你的 好嘞 那接下來再來召喚第二批 在這裡 在這裡 他這個任務是沒辦法兩個一起的啦 看這個狀況 我們以為可以兩個人一起 但是他召喚他的 我召喚我的 所以我們好像不太相關 他就打他自己的 我打我自己的 第二把也打完了 這裡 這裡還有一隻 好 接下來BOSS來了 哎哎 打死了打死了 衝啊 那我先把捲軸按掉 這裡也是這個捲軸 OK 好的各位觀眾 我們來到這個最後的階段了 那要幹嘛呢 也就是把你這個能力值呢 換成是劍的 才有辦法去打死那裡面的BOSS 因為他是必須拿這個把劍去砍他的 所以我們就重置一下吧 OK 那麼重置完畢之後呢 開門 哎呦 哇 哇好酷的動畫 哇 門開起來了 拿起我的這把 夜魔 進去砍他嘛 欸欸欸 欸欸 如果說你開別技能呢 你上面就會有這個 你無法打到他的這個 提示出現 結束了 我們應該有拿到 喔 拿到雙刀了 酷 來看看喔 來來來 我們來去那邊練個這把刀子 哎呦 這招怎麼那麼帥啊 哎呦 滿月 欸要不要順便去把這個 點一下啊 然後我們下一集就可以來做這個 靈魂吉他囉 糟糕 好像 糟糕成功囉 嗯 看來 我們可以準備接靈魂吉他的任務啦 好啦 我們終於是把這個雙刀呢 練滿了 那麼第一招的話 他會 瘋狂的轉轉轉 然後之後呢 會射出這一個 這是 劍氣嗎 然後會把 怪呢 彈過去這樣子 那第二招呢 喔他可以集氣 然後一樣是瞄準 然後向敵人那邊衝過去 還蠻不錯的耶 之後這個 果實都練得差不多呢 我們就來玩刀子吧 來幫大家看看哪些刀子很強之類的 都可以來玩看看啦 好 好 那麼我看大家最喜愛應該就是這個 雪果了吧 雪果的第一招 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一樣是可以集一下 然後 往那個地方瞄準 會射出這個雪花片 就跟令甲一樣喔 那第二招呢 一樣是可以這個 瞄準 然後就會吹出這個龍捲風 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第三招呢 一樣是可以瞄準 然後放出這個 巨大的龍捲風 第四招呢 就是超級大的龍捲風囉 所有人都會吹去上面去啦 哈哈哈哈 可是這攻擊變得很低 因為我把這個 火石 換成是刀子 所以這個殺傷力就會比較低 沒關係 我們之後會換回來的 那麼第四招呢 就可以 乘著這個龍捲風 到處 飛來飛去 很方便喔 這連水上也可以走 給你們看一下 也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這麼的單調 可是這個 速度是有點慢 不過在爬坡的時候 還蠻方便的 也是一個不錯的果實啦 但是我覺得這一顆 可以打NPC來講的話 蠻麻煩的操控不太好 但是這一招龍捲風還蠻好玩的 可以捲到敵人會有傷害 這個血果呢 也就是介紹到這邊囉 那麼下一集呢 我們就來解一下 靈魂吉他任務吧 大家最期待的應該就是 換果實啦 好的 看到我這個新果實了嗎 有非常多啊 我相信大家都蠻想看到這些果實 加1呢 就是獨裔果實 加2呢 就是暗影果實 加3呢 也就是我們的鳳凰果實 加4呢 就是鹹果實 我是想要玩鹹果實給你們看啦 因為這一顆果實也是改過的 之後這個果實會慢慢接觸的 各位別急 好啦 那我們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影片下方 要記得按讚好訂閱 也有寫點個喜歡 訂閱旁邊還有鈴鐺幫我 按下按鈴鐺 按下按鈴鐺 要把按鈴鐺的按鈴鐺 還持續的影片 要記得到FB 按鈴鐺 也要到IG追蹤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按鈴鐺